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花友问答 那么我的花友问答这个名字其实是简称 那么我在标题上标注的是种花养花问答 那么这个名字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便于大家搜索 大家可能会搜索种花养花都能找到我 当然您如果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节目 我希望您可以订阅一下 因为你只要订阅了我的节目 你以后种花肯定可以种好 这就是我这么有自信心 我全世界的花友都有 好,我们第一个花友问答先来回答问题 老和你好,坐标洛杉矶之前提问过秀球 谢谢回复了 这次是月季的问题 搬到这里两年时间有心中的有老的留下的 你的问题是 你这些都是从休眠当中刚刚激活 是吧 等于说整个状态刚刚开始有好转 那么开花了 洛杉矶不错啊 这两天最炎热的气温过来了啊 整体保持的很好 说明你这两天的浇水量还是可以的 这颗呢就是花后整体修剪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会让有一根这么高上来 是吧 如果你有两根这么高的 你就保留这两根为阻力之条 那么把下面这些矮的清掉 这个矮的 你看这个枯树枝已经没什么火力了 剪剪掉 也可以 留高的 剪矮的 这是修剪的问题 这颗苗呢 应该不是前无阻留下的 应该是你后种的 是吧 那么你种的时候 肯定是埋了什么山珍海味了 就算没有 你也是换了土 所以我再次劝大家 你种月季 种花 任何花 地灾 不要去改天换地 吃力不讨好 你这个肯定是埋了东西 如果没有 那么就是你浇水 不够 两个方向去考虑 那么我觉得你这么言乐都过来了 你像这一颗如果 三天前那样的温度烤的话 你如果浇水不够 它直接就烤死掉了 说明你活过来 说明你浇水量是够的 当然它就是怎么样 就是整一个在你这种 高肥的这种土壤环境中 月季是很害怕的 始终根系生长不出来 根系穿不出来 它身体也长不起来 你现在如果已经造成这种后果了 我很难去处理 是吧 我的建议就是你要么挖出来 但挖出来现在天气太热 也不适宜 你就多浇水就行 然后它要开花让它开花 开完花它开始 开始那个营养生长 也说不定 这么小就开始生殖生长 早熟的一样的相当于 像这个你是花后修剪是吧 花后修剪像这种细小的枝头 这么串上来的 你在这个上面再产生分支开花的可能性 很小的啊 开花的数量和那个大小都受限的 然后这里有一刀是吧 你这一刀干脆剪到底 不要 你底下的像类似于这样的 剪的半阿不截的枝条 全部都剪掉 不要 然后整体高度 这个高度差不多 整体高度降到这个这个地方 再降一下 这样子啊 像这一颗修剪的还基本算平衡的 但如果是我的话 里面的这种小细枝头肯定要清掉啊 太挤了 整体高度各方面是平衡的 里面太挤了 细的老的不健康的 趁机就处理掉一批啊 一颗月挤你上来三到五个阻力枝条就够了啊 你这个实在太多 你实在不行 你留十个阻力枝条都够了啊 多留一点吧 留十个 是吧 你剩下的那些全淘汰掉 里面挤的 并排的 两个并排的挑小的减掉 两个交叉的挑小的减掉啊 然后不健康的那肯定是挑不健康的减掉 减就全部减到底 这些都是修剪的问题啊 这么严热洛杉矶没有赛死 这个状态 还是比大部分赛交的人要好了 起码你这两天开始交水好了啊 刚刚开始关注我的视频可能 整体再减一下吧 降到这个高度啊 然后这颗 这颗就是盆栽晒死了啊 这个品种我家有的 红叠泡买的 看我的那个圆艺篇 最新的一期播放列表里面找 是吧 一模一样的品种 我那个最颜乐的时候的状态 这个小盲枝啊 里面你自己找 盲枝不会的 你就圆一篇盲枝 可以搜索啊 可以仔细再去看看那个老节目啊 然后种下地栽种下 不要买任何东西了 刚种下的 你洛杉矶嘛 浇水一天浇五次 每次浇透啊 浇透什么概念 浇两到三加轮 好 下个问题 老和您好 我的月季长得很高 以前没有牵引 现在牵引了 但我们这里冬天 快过冬了 不可能 你现在这么茂盛 快过冬什么 看看你的园子 我就知道 你现在是秋天刚刚来 竹子都还好好的 是吧 你这个 你是地灾还是半地灾 你这个地方就阳光不太好啊 勉强开两朵花 你让它开花 好好开花 别急着过冬啊 过冬我会说的 你这个过冬怎么过 你这个是过冬的一个形态 你现在是要把它打开来 知道吗 过冬的时候才把它捆在一起 然后再套个塑料袋去过冬 然后特别寒冷 你也没说坐标 如果是特别寒冷 零下二十几度的地方 甚至超过零下二十度的地方 你掏塑料袋还不够 是吧 因为你塑料袋接触到那个 枝干的地方还是会冻死的 你要还得把塑料袋撑起来 或者里面用一个麻布先裹 裹起来再套塑料袋 然后得封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你最好是去地灾 你这种不要修剪掉 不要修剪掉过冬 你这藤本月级啊 修剪掉明年小苗一样重新涨 年年就没什么花了就 要不然实在懒得弄就太冷的地方 干脆别种疼本 好我们下个问题 老和您好 来自三番啊 湾区的 七月下旬买了龙沙 请教您的种植啊 肥水太阳都好的啊 现在枝叶繁茂 根部冒出四根笋啊 然后问题是怎么修剪啊 要不要花后 这个非常好啊 七月份 七月份你种到现在呢 就怎么样 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都同时在进行啊 图片六位有点糊 你看这个是花苞 它前面这些老的枝头在开花 后面你看这些 这些都是嫩的笋在往上窜 嫩的笋不开花正常啊 明年春天靠它们 然后你现在就是正常让它开 开完花之后 这些细的捆不上去了嘛 是吧 如果有空间捆 你就尽量捆 像这种斜面侧面 捆不上了就清掉 把这几个老的枝头清掉啊 因为这个是区别对待的 你的苗 我可以这样子教 大家其他那种小苗 很落不经风的 总共没两个字条的啊 你不能减掉啊 你这个很棒 中的 七月份啊 现在九月份 很好 然后又来了一个很 就是说大部分新手 都会遇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是一位澳洲的朋友啊 就中月季 打算地摘挖了坑 结果一看坑里面是这个状态 就想改天换地了 就想换土了啊 你这种土杀实材质 我跟你说 我倒不喜欢你表面草地那一层土 下面挖下去 这些土是 中月季绝对没问题的 你就这样子种下去 啊 你要相信我 你就老老实实种下去 你要不相信我呢 你边上再挖一个 你要改天换地 随你换 你两边去对比 啊 然后浇水肥都一样的情况下 阳光都一样的情况下 随你去对比 我就敢保证 你就这么种 绝对要比那另外一边 埋东西或者是换土 效果要好 啊 还有就是你不要觉得挖出来是深土 就干了巴迹的 板结的 或者带石带沙的 就不好 土有没有营养 不是这么看的 啊 我现在倒非常不相信那种 黑乎乎的所谓的黑土啊 都买来的 买下去换了 一个个多少案例了 多少案例了 啊 有成功的 有种好的 我知道 但是 风险 这个东西和炒股票是一样的 你面临的风险多少大 而且一旦不成功 你就很尴尬了 是吧 你是 他半死不活有邪害 是吧 你一年时间荒废掉 是吧 或者说是你是挖出来重新埋 洗掉 挖掉 重新种 都非常麻烦 啊 图我们可以把它慢慢越调越好 是吧 但是不要去埋 除非怎么样 除非你这块地方准备种的 是吧 准备明年种的 我今年埋下去三针海味 那你明年去种 没问题的啊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你好 帮忙看一下 这个 这个就记码啊 休斯顿 很简单 老观众都知道了 新观众反正我也耐心回答 整体状态很棒啊 德州 德州的花友看看啊 新花友 是吧 水肥什么的都跟上了 这个很简单 就是记码祸害 好吧 然后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原一篇 记码搜索一下 你怕记字打错了 原一篇 码 直接搜索 直接能找到那个文章 直接能找到那个视频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还有第二期花友问答 今天 拜拜